你不要紧张 我你这样紧张我都被你弄得很紧张的了 呃 各位叔叔阿姨们哈我姓你哈 你木子你哈 对然后呃我的话就是平时上班时间比较忙 今天的话刚好就是周五了嘛 然后我刚好也在这边有点点事情就过来 专程的过来看一下这个子音 对你们可以把他的信打在公屏上面就是木子的礼 还是现在这个男生声音大方一些 其实嗯 我觉得还好吧 李哥下午好哇你看看他有很多人都在说 就是给你打招呼啊大家下午好哈大家下午好 我们李家的吗对直播间可能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都是姓李的是不是 对我们这个姓氏还是比较比较那个的 他是干啥的他是 就是工作的话有点特殊 所以说他的话就不能漏进 不然的话他是也想跟你们见面的哥也帅 对我也是真的我也想跟大家聊一会儿天啊 就是我看你平时有什么事情也跟他们在说 但是今天确实啊就是我工作的原因我不能 跟大家见面哈今天的话 对所以说哥也说你们也要理解一下哈 然后他今天过来找我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不是说呃我跟他就是因为舅舅一直都在 说我们俩去相亲或者如何 然后他的思想的话呢也是跟我一样 所以说我们俩的话就是现在的话就不是 并不是说奔着去结婚呢 然后呢 奔着不是奔着去结婚 什么 肯定有人说我们俩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们俩先 其实合适的话哈 你你觉得我我行的话 我觉得 结婚也是没有问题的呀 是吧我肯定是奔着结婚去的呀 因为我我就是我平时看你直播 我了解到你这个人的话 他真的呃相信很多叔叔阿姨们哈 你们也一直在呃在关心在关注的子音 你们也知道哈 他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淳朴啊善良 你平时你平时都会看我直播吧 对我经常我就是就是除了上班嘛 闲啥之余我看到你直播的话 我都会看的 对所以我的话我是因为而且你舅舅一直一直都在说 你相信他也跟你说了很多是不是 嗯他也跟我他也跟你介绍了我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那些 哎呦我认为哈我认为我们两个 呃可能挺合适的 就看你那边 呃什么什么什么想法了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说这些会不会有点 那个呀问他买过货吗 怎么可能会买过货 他是我们本地的 我们这边的话他自己家里面就有啊 对子音卖的那些东西啊 这边对这边 对啊很常见哈 对啊所以说他根本就不用买啊 因为他是我们本地的干嘛要买啊 呃这个是有孩子那个男生吗 不是 不是各位传门 就是他们说的那个有孩子的那个男生是之前他们就是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也是三十三十八岁 然后他有两个儿子的啊谁给你介绍这个呀 我我不知道有这个事情我叔叔他这不是害你吗他给你介绍有两个孩子的爸爸那不是害你吗 对他属虎的我是属麻的 找本地的他是他也是遗族各种他也是遗族啊 然后刚刚是不是跟大家没介绍清楚呀什么年龄啊那些都没有跟大家介绍啊那时光对我今年27岁啊27岁 然后刚刚有人问身高的话这个呃1米7多吧反正没有1米8 2米以下1米对1米7以上是吧 露个脸呀各位传门不是说他不想露脸是因为什么他是他的工作原因解家姨们他的工作原因然后呢就是不能 不能就是出镜不然的话他也是想跟你们见面的 对怎样这样我到时候找个合适的机会我跟大家 大家建议见一面吧 嗯对各位传门呃我们就是这个 帽子叔叔的话他说就是以后挑着一个合适的机会然后呢我跟大家见个面哈 对 然后呃子音我觉得你 就是关于那个账号的事情你可以放下了 对因为你也知道你那么就是那么久了你也看出来他的那个人品是怎么样的 嗯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 而且你你叔叔的话哦你那个舅舅的话他一直也是 呃一直每天都在我耳旁念叨 所以我觉得呃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我 哥也刷一问我觉得哈哈哈是不是第一次跟你说这个感觉 是吧子音脸都说红了哈 哥也刷一问你们说你们说要不要就是跟他就是去相处一下呀 你们说可不可以 嗯子音不要让你的朋友去露脸影响工作 避免麻烦对所以说几家一问的话你们也要理解一下理解一下我这个朋友哈 对谢谢谢谢大家的理解哈 对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他跟其他的工作性质不一样的 可以可以 我有好多人都说可以相处啊你你问了他们是吧嗯 对那你看那么多那么多人都说可以的话 呃这个是吧 我觉得就是慢慢慢慢来吧对不对这个的话就不能也不能着急 是不是对这个这个确实哈确实是我我着急了哈 各位我着急了确实然后我我不知道你我舅舅跟你说过没有我们家里面的事情其实很复杂很复杂 包括就是之前我父母离婚然后呢对于我的就是我的心理阴影的话确实有点大 然后我觉得这些他倒是没有跟我细说过真的 我我你们家里面情况我不是特别不特别了解但是你这个人的话我平时一直在看你直播 所以说现在我之前其实我们两个的事情就是已经隔了有三四个月是不是 然后一直都是我没有一直都是没有去见你然后呢 对呃我也我也知道你是尊重我的想法所以说你也没有没有来找我 然后我希望的话就是我们的话也是成年人所以说我觉得 做一些事情的话肯定要想清楚对不对不可能做这样子盲目的去去跟一个人去交往或者是如何 我觉得这个要看时间我觉得慢慢来吧对不对各位双方你们说是不是呀 你们说是不是 听声音就感觉能靠得住 不是他确实挺成熟的 嗯他们说我靠得住是吧 对他们说你的声音就觉得 谢谢啊谢谢确实 呃子盈你刚刚说的这些啊 我觉得你呃你说的很对 确实两个人相处的话要慢慢慢慢来不可能一下刚刚确实是我啊 我因为我今天我有点激动 确实我也是第一次就单独一个人去见女孩子所以确实有点激动 而且我我没有想到你再开始直播 因为我一个人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话 然后呢就是也想就是也想跟我就是因为我的话呢 实际的话是把把他们当成我自己家人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开着直播说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想让他们知道 然后呢我觉得有他们的话我就觉得有安全感 是这个意思呀嗯从朋友做起好好珍惜眼前人 这个男人是谁呀 他是我的小时候的一个玩伴 然后呢不是玩就是朋友 然后呢嗯现在的话呢 就是舅舅的话一直都是跟我说 让我去跟他去相处 然后呢我不知道 好像你堂哥的声音呀 刚刚有人说像像像张浩的声音 现在有人说像堂哥的声音怎么可能呀不是哈 怎么一会堂哥一会张浩的呀 嗯支持子音各位帅们你们有多少人支持子音 你们觉得打你们觉得支持子音的话打个支持好不好 是你们村子里面的吗 他是他是不是我们村子里面的 他是我们一个县城里面的各位帅们 对我们呃是一个县城的但是不是一个正不是一个村的哈 对你们支持子音的打个拨支持然后呢 我说实话我现在的话感觉说话都是有点虚的 谁说我还是不是不是我我说我 对各位帅们我的话呢确实有点点有点点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该怎么去就是去 说然后呢实际我现在是很慌很慌的 子音邀请男生出一下视频看看长相 哥也帅们呃他的话为什么不能漏性呢 是因为他的工作的原因解家里面你们也要理解一下子 呃理解一下我这个朋友哈 对不对我们的话呢我对那个我我你叫我你哥吧子音 叫你哥呀哈哈那要不然你说朋友那那个呃其实也行哈 但是你要跟叔叔艾明介绍清楚呀是不是 你叫我你哥吧行不行确实是有点有点唐突哈 确实有点不知道要不你叫我名字吧 我叫李杨哈你直接叫我名字吧李杨对对对 是吧要不然你让叫你哥的话我也没比你大多少确实有点不好 嗯叫什么叫老红都来了我的天啊 叫哥哥哥哥不行吧叫哥哥也也不好吧 对他叫李杨杨杨是哪个杨呃就是杨刚的那个杨哈杨刚哦对 叫小李吧啊不行一个帅们怎么可能叫别人小你呀 叫小你的话我年纪可能还比你大一点点叫小你的话那不合适 这位先生说话很得体子音珍惜先生也要珍惜啊 对他叫李杨李杨各帅你们把李杨两个字打在公布上面好不好各帅吗 然后呢 嗯 昨天的话你们也有看到就是我直播的时候跟你们说过然后呢我跟李杨的话呢我们俩实际的话就是已经说了有两三个小时不两三个月了两三个月然后呢 嗯一直为什么子音就是不想走出这一步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很害怕 怎么样再去重蹈覆辙然后呢再去 再去跟就是某人一样怎么怎么样所以说我现在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更帅吗你们说让我让我怎么办呀 嗯 那个子音我知道其实正好你们两个之间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 呃 包括你可能你舅舅也跟你说过我这个人的话性格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而且我以前 呃有点哈有点 呃说来有点那个有点不好意思啊我都已经没没怎么谈过恋爱的 对所以所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呃我我可以这样说你可以相信我你可以相信你舅舅 嗯 对我其他的我也没有什么说不用来点 那个 多少岁他是27岁个帅门他说他是他是属虎的他属虎然后我是属马的嘛 对确实我这方面就是这个这个经历的话确实没有那个所以我今天我我上来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特别紧张的我不知道该带什么他还给我买了一束花各位帅门他还给我买了一束花然后呢你以后的话就是也不要那么破费然后也不要买花对不对这个这个是出于一个尊重嘛是不是就肯定第一次见面 嗯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已经很那个很惭愧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喜欢喝什么所以我就呃我想的就是等以后慢慢了解过后以后再给你再给你那个我几岁啊我23个帅门我23我2323看看小伙他对他刚刚才下班然后呢是呃不就是不方便给他出镜各帅门所以说你们的话也要理解一下呃李扬对不对 对对我我有点好奇哈就是你平时跟怎么跟他们介绍我的呀我看刚刚有很多人都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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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我是跟他们说的是你就是嗯长得比较成熟然后呢呃人也就是还挺好的 嗯我不紧张我自己别紧张有一点点各帅门我现在的话我手心都是有手心都是出汗的各帅门嗯不用那么那个其实说实话哈我我确实呃你看很多年呃很多那个那个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哈他们都说都说我那个呃说我比较成熟但是确实啊我比你大那么多岁 接个电话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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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喂 各位帅门就是就是就是唱号给我打电话了 把它挂了 你你你也知道你也知道就是我跟张浩的话之前他我们俩分手之后就是这个就是张浩是吧对那你你接背我我想听一下他说什么他是不是也看到你那个也看到你直播然后知道我 我来了 所以哥也摔不你们说要不要接让李扬接 让李扬接呀 让我接也可以啊 接不接哥摔不你们觉得接吗 接的话你们扣个小一不接的话就扣个二吧 我看一下 接 他可能就是呃 他可能就是看到直播直播 然后我这我过来了 他可能就看到了 然后给你打个电话 接呃 接是不是啊 你们都说接吗 那我接了哥帅妈哈 我觉得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在呃 你让面前也就是没必要去瞒着他什么 对不对 嗯 不用 不用的 不用瞒着我 你肯定要接我 哎 你干嘛 话都没说你又挂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不是 我都跑到你们这边来了 我想问你在家没 喂 我没有在家 我没没没在家我 你听得见不 我说我没有在家里面 那你去哪儿了呀 你发个电话我来找你 没事 你跟你说音你 你听到没有 他在说什么 他说 没事 你直接跟他说 没事 你在直播吗 对 我在直播 你直播就播 你的呗 那你肯定在家里面呀 你直播 我没在家里面 你不要来 那你去哪儿 你给我发个地位吧 让他来吧 你让他来吧 我也想听一下他 他要说什么 你给我发个地位吗 各位说你们说 你们说 你们说让他来吗 你问他们干嘛呀 你就发个地位一个好了呀 我已经到你们这边了 嗯 你现在你过来吧 然后呢 趁着今天的话我跟你说清楚吧 好吧 行 那你在哪儿啊 我在家里面 就在家里 行 好 几分钟也到啊 等我 我觉得各位说你们 其实 包括李扬也是哈 我觉得 我们俩的话呢 嗯 我们俩的话 其实我不想让 不想让李扬去参 参 就是参入这个问 就这个事情里面去 所以说 我不想刚刚就是不想让张浩来找我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来这边的话 他肯定会跟我说很多事情 这个帽子是靠谱 问题严重了 实际上他来也没有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啊 其实呃 子音啊 就是我觉得他过来 我们趁这个机会 我也在这把这个事情说说开了 其实也挺好的 你们之前没有说清楚吗 我一直都说清楚 我说的很清楚很清楚 我跟他说过 我有男朋友 或者是我现在要结婚了 他都不听 那那今天趁着这个机会 你直接说你有男朋友了呀 是吧 先把他搪塞过去 哥也摔 你们说可不可以呀 昨天打得得得 是对 我看你平时直播的时候啊 你也就是一直有什么事情 你就问他们 呃 叔叔 阿姨们 你们觉得这样行不行啊 就是 就说 子音他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就是我嘛 然后我们先 是不是 照顾这关 然后让他以后不要再来 那么天天的过来打扰你 你们你们你们觉得行不行啊 各位各位 你要你太聪明了 什么呀 什么聪明呀 可以吗 对 可不可以呀 你们觉得这样的话 可不可以 是吧 要不然他你看三天两头过来找你 已经打扰了你正常的生活了 对 实际我跟他在一起的就没有跟他分手之后的话呢 就是 觉得 实际他对于我的就是伤就是伤害或者是什么东西很都是很 很很大的各帅们 就我知道 其实 呃 账号那个人确实给你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吗 可能 对 所以你看很多很多哈 很多叔叔阿姨们都说可以 那我们就那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一会儿 跟他们说 跟那个账号说 嗯 嗯 对 等下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你跟他们说一下 行行行 好 那个 叔叔阿姨们啊 其实 我也是平时哈 我也是很关注很关注子音跟账号这个事情 然后我也知道账号 给子音造成了一些 他就是一些心理的阴影 因为你们也知道子音他本来家里面 他父母的事情 包括 现在账号就是他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可能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对于 嗯 就是 爱情这方面哈 他可能 呃 已经 有点失望了 但是我是真的 我觉得 因为我今天见到了他本人 然后我们平时也偶尔在 呃 聊天 然后他舅舅一直也在撮合 所以我觉得 嗯 今天我见到他过后 我觉得我对他的印象是很好 很好的 对 第一印象是很好很好的 因为我 呃 平时我们两个在聊天的 呃 途中 我也知道他是一个比较 懂事 比较淳朴 然后也是比较孝顺的 包括他现在哈 他的那个 呃 父母是那个分开的 但是他两边其实都 都进到笑了的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个很不错的女孩子 嗯 我对他也是 呃 你们你们应该知道的哈 我对他也是 来喝水吧 呃 好好 谢谢 谢谢 嗯 家里面的话啥都没有 就只有 就就是白开水 嗯 露一下脸吧 哥姐叔叔阿姨们 就是他的话是因为工作原因 就是他也想跟你们 就是跟你们见面的 实际 嗯 呃 哥也说不 你们说一会儿张浩来这边的话 他会不会就是做出很那种 集团的事情 或者是让我 让李扬去南看 我觉得 真的我觉得 就是你来这边的话 我不想让你去参 参查到我跟张浩的事情 其实我跟他的话 其实也是没有什么事情了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 对不对 这 哥哥哥说 你们也有看到是不是啊 实际我跟张浩说的话呢 就是已经说得很开了 现在的事他一直都是怎么样 他一直都是 缠着我 你不用你不用担心这些啊 我们平时的话 我们都是为别人调节这些事情的 是吧 他过来他不可能 我会 我会轻声细语的好好的跟他讲道理的 我不会一来就跟他那个 是不是 但是他那个人的性格我都不知道了 反正他一来我们肯定是 以你服人了 对我们要讲道理是不是 对 嗯 哥也说你们说李扬说的对吗 而且你觉得他过来 让李扬先回避一下 让我回避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回避 对不对 因为我跟张浩真的就是没有什么 什么事情对不对 我跟他又不是在在一起 对不对 我跟他分手了 然后他之前他跟刘云涵在一起的时候 说走就走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的话呢 我的生活的话在慢慢一点点变好 然后呢 我也是每天的积极向上在生活 然后呢他反过头了又来找我 所以说根本就不用不用回避 为什么呢 我们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是不是 怕打起来不可能 不可能 那张浩来了是吧 那个是张浩 这谁啊 紫音 你好 我的朋友 你好 我叫李扬哈 李扬 哥们你这是谁啊 你这是紫音的谁啊 你过来就这样 我是他朋友 你过来就这样置问的话 不是置问啊 你坐你坐 我不坐我不坐 你不要 我来接紫音的 你接他干嘛 你答应跟我直接出去玩啊 啊 紫音答应接跟我出去玩啊 紫音你答应过他 今天跟他一起出去玩吗 我什么时候跟你答应了 我紫音 昨天给你打个电话 你忘记来了 我们昨天说好了啊 我说今天带你去 我现在在开直播 我们的话呢 你看你的直播 那个那个张浩 我认识你哈 我是认识你的 我平时也一直在关注着紫音 紫音你们两个这个事情 你紫音的亲戚吧 不是 你不用紫音昨天说的那个什么 相亲的人吧 对 然后你就是相亲的呀 对 我们两个已经哈 已经确定了关系了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你我觉得你 谁说确定关系 我要听紫音说 对你问一下他是不是 我不信 紫音你说 哦 可以说 因为我的脑 脑 到底就要炸掉了 紫音播什么 我跟你说 不是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呀 其实我们俩 大可不就是怎么样 去消耗对方 对不对 我们我都说了好聚好散 然后呢 我昨天也跟你说的很清楚了 各位说 你们说让我 火星撞地球 哎呀紫音 跟你说了呀 直播有什么好播的 他今天他是不会跟你出去的 而且账号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哥们啊 是这样的 就紫音找你呢 给你相信呢 是因为想气你 想气我啊 从这就找个演员来 就是气气我 所以说呢 你也不必当真啊 嗯 不是这样的啊 其实我 我觉得 嗯 李扬你你你你做 你然后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呢 让我去跟他说吧 行 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人会去怎么样 找一个人去为了 为了你跟我的事情 去给你演戏啊 你觉得 你觉得怎么可能 然后呢 人家李扬来找我的话呢 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俩现在就是 嗯 就是我们父父母双方的家家人就是家人的话也是同意我们俩在一起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话就不要提以前的事情了好不好然后你的我才不信的你说相信今天第一次见面吧第一次见面就同意了就订婚了 所以说子音你别早上气我了啊 我们就好好的啊 你把直播关了 也没什么好开的啊 挣不了几个钱 然后我们带你出去玩 不是不是这样的 好我跟你说一下 啊好 你说你说啊 刚刚那个子音也说了 我们两家人其实都非常的互相认可 而且我们已经就是其实啊 平时也是在聊天 已经聊了好几个月了 不是说专门找来信的 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是吧 你都已经把子音放弃了 谁说把子音放弃了 你不是把他放弃 你是把他抛弃了 好了你们俩不要再说 不是 不能叫做抛弃 而且你们那双方约定那你给财力没你给多少财力 这个我的天你每次都是用钱去衡量一个人我觉得你在你的世界里面的话就只有钱了吗 我也没这么说啊 我只是说给多少财力是不是很现实的问题吗 这个这个事情是吧 我认为我有那个能力我能把子音的生活照顾的很好 这样行了吧 那子音你怎么说 我说的很很很决 坚决了呀 什么坚决我说的很很清楚了 我跟你说了我们俩已经分手了 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对不对 我就是作为朋友过来看你 你如果说你觉得我还爱你的话 你觉得怎么可能我现在会把你拒之门外怎么可能 你没有抱拒之门你刚不是叫我过来吗 我不是说让你过来是你说来找我 然后呢我当着今天的话呢我就是怎么样 当着李扬的面也好 对不对当着你我们俩自己的话也要把他这个事情说清楚了 不可能这样子一来再再再再再来打扰我 我的生活我还是要过的 跟你说了呀子音这不是打扰你呀 这朋友之间也有你也喊联络了 对不对 朋友之间联络联络有什么毛病呀 是吧你不是开着直播你问问他们呀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呀 那你有你的生活呀 我给你说一下账号 确实你也说到朋友之间的话确实有联系有那个有来往很正常 但是你们是男女朋友而且你们已经分开了 你又找了新的女朋友了 然后你现在又来 谁跟你说的呀没找新女朋友 你这个 包括子音还有各位叔叔阿姨们 应该大家都都很清楚啊 他心里面都是清楚的 然后你现在的话 是吧又天天隔三差五的过来找子音的话 你已经跟她的正常的生活已经造成了一些困扰了 我没觉得呀我来找我朋友 你肯定没觉得呀你肯定是没觉得 但是子音你这个要让她来说呀 是不是 哎呀我跟你说啊 哥们啊子音呢就是在跟我赌气啊 我觉得我们我没有再给你赌气 子音你先别说话 我没有再给你赌气你想多了哈 你不要把你自己想的那么那么高高在上的哈 哎呀子音我知道 我觉得你一点都没有尊重过我 我怎么不尊重你了呀 我干嘛了我怎么就不尊重你了呀 哎呦 哎这哥们这还带了花寿司 子音你看这个 这是不是他带了花呀啊 呦还带了个花呀我看看我看看哎呦 呦这么大束花呢 好看吗你真的有点点 你是不是感觉我觉得你生病了对不对 呦是不是在嘲讽我这朵花小了还是怎么 那倒不是还带了花 我跟你说啊我也送过子音很多花的 哎以前我给子音说花啊 他也喜欢的不得了 以前都是抱在怀里的你看现在放旁边 是吧你看直播间那么多人他们也知道啊 是不是子音 所以说啊我觉得我们俩真的就不要再去纠缠下去了好不好你放过我吧我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 我还觉得你在对人家既然没有钱他都已经说出了这句话我其实觉得哈作为男人你应该有点自知之明就行了 你难听的话我也为什么现在李阳在这里是因为我要跟他怎么样我要跟他相处他说现在是我男朋友 我他现在是你男朋友对刚刚定的吗 对啊哦对啊刚刚定的你就是刚刚定的你不管啊你就是刚刚定来气我的呀那不然你为什么突然会答应什么做别的男朋友 是吧我觉得你真的我觉得你的三观跟我真的有点点你你真想一想不是三观的问题啊就是你这个哥也说说你们你们说是不是 你们说李阳是不是我男朋友你可以问他们对吧 你们说李阳是不是我男朋友来我来看看他们怎么说的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子音今天专门找人来气我的呀啊你们说是不是 我觉得你的是是是你看已经够复杂了你看他们说他说是他是我的男朋友他们说的是他们说是找人来气我的我刚才是问这个问题啊他们回答我的事啊你看这么多人说是 我就知道吗子音哎呀没有不用吗这种小把事情啊刚刚刚子音也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哈就专门找个人找我过来气你完全就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怎么没必要了呀因为子音想跟别想跟我和好吗就想让我知道以前的错误吗所以演这一出吗我能没有人为了你去演一出戏 张好你想多了我说的很清楚的你没有想过你之前对不对你之前对不对你去找刘雨晗也好或者你听你父母的话也好但是现在的话我是真的放下了我觉得我们要往前看哎呀你不是就想让我认识到以前错误吗子音啊不用演了我知道我能认识到以前错误我保证以后员也不会再犯了啊 然后呢这出戏就到此为止好不好然后你先把这波关掉然后我带你出去玩出去吃饭好吧我觉得你太强词夺理了正好这怎么能强词夺理呢你不要觉得你以这个想法去怎么样去定义别人想法我的想法我不是这样子的你所以说你现在就感觉怎么样你就觉得自己想自己说的就是对的 不是我说是对的我说是讲道理的呀我又没有强词夺理又没有跟你说你之前跟刘雨晗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所以说我觉得对不对我觉得我们俩分手了对不对我们俩已经分是分手是你提出来的对不对然后我现在我不想到了李扬的这个回心转意了吗回心转对呀紧你的心转意了吗我现在但是我不需要你了呀 这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你就你原谅我呗你看我们也对吧临时这么久了是不是 那我跟你说个实话吧是吧你说你说你作为你作为一个男人既然子音他话都已经说出来了是吧他已经你也听出来了他对你的态度 嗯那那对已经就是完全失望了那就不要再来打扰他的生活了行不行我们人追求自己的爱情他有错吗但是你的爱情是漂泊不定的肯定这个肯定是没有错的呀对呀那我现在追求我的爱情 但是人家子音他今天已经答应我了 我没看到我要不你再问一遍我看是不是你没看到那个这个我刚刚都说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这个事情啊真的不需要你看到也不需要你见证 那肯定需要我知不然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演示篇我觉得刚子音他从亲口从嘴里面说出来你没有听到吗那我肯定没听到啊他说什么你走吧好吧你真的我觉得你大可不必在我的身上去浪费时间好不好你把这个时间浪费在我身上还不如去干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好不好 我有此音你就是一件值得有意义的事情那不是浪费时间怎么浪费时间呢 5月31号忘了吗5月31号你那天你干了什么事情5月31号怎么了谁说的5月31号怎么了 没怎么样普通的星期几来着 嗯你跟刘宇涵在一起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你刘宇涵都是过去世了所以说我现在的话并不是说你跟刘宇涵 对不对你跟刘宇涵在一起了所以说我才会怎么样还才会赌气 才会赌气 或者是 故意就是故意把李扬带过来然后呢故意给你怎么样给你给你看 不是的你想多了你想多了对而且还有一点哈不是他让我过来的时候主动过来找他的哎呀不是的我跟你说你们说这样子纠缠下去有意思吗 因为昨天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然后打电话呢他知道我今天要过来所以专门请你过来演出戏的啊不是不是这个这个哈我可以 啊真实的跟你说哈我是因为我今天周五然后我今天下班了 嗯然后我跟子晶平时呃聊天的时候我觉得 挺好的挺合适的 然后今天过来我们已经刚刚我们已经确定了关系 所以我就是烦起你以后就不要再过来打扰我女朋友了又是确定了你看他子晶答应了吗你看说话子晶答应了呀 那你再问你 听到了吧 你你现在呢 凭什么你说就说呀你说是说就说吗 对呀 真的很搞笑的我觉得你的真的哈我觉得 不要再这样子下去了好不好你看你他现在不敢问你现在不敢答应那是不是就证明你们在演戏呀 那我去 我说话为什么不果断我 说这个话还不果断吗我我的话已经怎么样已经说了很多很多话 但他老是这样子 来打扰我你们觉得我还要怎么果断 哎呀那我总不可能把他敢把他打走打走是不是 对呀子音怎么舍得把我打走 肯定不舍得的呀 对吧子音我们毕竟认识这么久了 他感情深厚的呢 是吧你作为一个男子汉我觉得哈 你应该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是吧你以前对呀就是负责吧我才来嘛你以前做了什么事情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那你说做错了就要不要改正 要的对吧那我现在来有些事情是可以改正的有些事情是 对是吧我觉得李杨说的很对 有些事情能改对不对 但是有些犯了错的话 错的话就不一样了 但错误就是要改正就是恒古不到不变的道理对不对我现在来纠正我的错误 哥也说你们说你们说他这个错的话还能改吗 就打比方你们是子音 你问他们能不能改我就找看出来账号不靠不牢是不是 什么你多再去看说我不靠了以前你们可不是怎么说的 以前以前可能他们对你不是特别你们觉得打比方你们是子音 你们的男朋友或者你们的老公 跟别的别的女人在一起 然后呢后面啊过了个 两三个月之后他又来说啊 这子音我都跟你讲了不可能对不对改不了对不对你可以看你你来你可以看犯错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说了行不行 我来看看呢他们怎么说吗 改不了改不了你们了解吗你们这次改不了 他们又不了解 没有他们 更了解你的真的 我的话呢更善 就是他们的你更了解我 他们了解是吧 不要说我们不要说 不要说他们叔叔阿姨们了就是我啊我平时工作比较忙 然后偶尔看那个子音直播我都知道你这个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我什么样的人吗我就是爱子音的人啊我所以我才 一直来找子你尊重过我吗 有些话我肯定尊重啊我不想 是吧 太了解账号了是不是 所以说 呃对呀子音受到你的前男友你的前女友受欺负的时候你应该勇敢的站出来保护子音但是你没有所以说 这个的话根本就不用我说 以前要保护你的时候你忘了吗 啊 再说了子你跟他在一起他能给你带来什么呀啊 他能带你爸爸吗过好日子吗 啊他能帮你卖货吗你看以前我帮你卖货的时候你卖多你看你现在卖多是不是 你看直播间这么多人你们说是不是你看以前我帮子音一起的时候你的意思是没有人 对呀没那么多人支持你了呀本来就是吗你看你的事业也不行 对吧生活也 我觉得你你的思想里面就只有钱了我觉得对 不是你觉得你的你的这个这个脑子里面就只有钱了你觉得能用钱去衡量一切 对钱是万能但是真的我觉得 他不可不可以代替所有的一切对不对还有正好我刚跟你说了哈 虽然我现在我 我我的工资哈 可能没有多少 带有多少吗 没有多少你问我我跟你说没有多少只有几千块但是哈 我家里面我也是我爸妈也是做生意的 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 哦至少车房这些都有了我可以给他足够的保障 我可以让他 也过得很幸福车房不是最基本的吗 你老是嗯真的我觉得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你的话呢你要尊重一下别人好不好尊重啊你看我也没骂他我也没说他那多尊重啊我们就正常聊天嘛对不对 是吧 放了子音吧你不要再缠着子音了 什么叫放了子音啊我这在跟子音好好说 我 所以说我觉得我觉得大可不必再去怎么样再再去纠缠对不对 然后我跟你说说说句实话哈我觉得我们俩当初对不对毕竟是心甘情愿对不对你你情我愿然后才会在一起对然后呢 我知道你之前对我挺好的后面是因为你做了很多事情让我很不舒服很不高兴然后呢后面的话我没有说你然后你反过来怎么样你反过来你还跟我说 分手 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尊重你的意见我从来就没有怎么样去打扰过你 对啊那是因为我以前犯了错意识到错误了吗 对不对我刚刚也说了你的有些错误是改不了的 哎不是根本改不改掉你说了不算啊这个我跟子音的事情那子音说了才算的呀 是吧我说的很清楚了 不是你不清醒子音你看你今天找这么演这么一出你不是就是为了要气息我吗 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去演好不好你真的我觉得你的还不赢啊你思想真的我觉得 刚刚还在说你以前都不是这样子的关系了你看你说你们确认关系了我让他再表个白哎他不敢我让你答应哎你也不敢那不是就是假的吗对不对 凭什么你说那么多人他们也知道我你要是你要是子音的长辈或者我的长辈的话我觉得 这个可以可以当着你的面可以表白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你作为前男友我觉得没有没有必要跟你 这样是吧 那不是前男友你就把我当子音的朋友呗我自己的好朋友 我来帮他辨别一下他遇到我们家当不了朋友很正常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家当不了朋友正好不论是子音还是我我们两个我都认为哈 这个东西不需要你的见证 是不是 这不是见不见证的问题这是我需要帮子音去发明一下你是不是还坏人啊对不对 万一是个患人怎么样怎么办呢那呃这样子我问你一句话吧直播间有人让我去问 打比方 呃你的这个事情就是我做出来的就比如说我跟呃别的男人就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跟别的男的啊在一起了你觉得你能不能原谅我能啊 我觉得人生容错率很高的呀你知错能改我就能原谅你然后你觉得 他说的话我觉得真的哈 一点都不切实际张好你怎么想的呀我平时我也是今天我是个第一次跟张好见面啊张好我说实话 我觉得你这个人 真的很不踏实 我没有很不踏实怎么不踏实我跟你说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子音啊容错你很高的好不好 大家都有犯错的时候但能改正就是好的呀是吧 我觉得这个这个的话根本就没有必要哈 真的我觉得 你这样子老是反反复复这样子来打扰我的话实际对于我的 真的影响真的很大你知道我们建村子里面有有多少人说我吗 他们怎么说说我你之前把我抛弃了一次然后呢后面你来找我的然后后面我又跟你在一起之后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玩弄我的感情然后呢你是不是先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想要好可以啊那你现在去接上爸爸妈妈就接上你妈妈走我们一起去城里我去城里给你买他房我们住城里去就不用再听这些行业碎语了对不对 而且你生活又能过得好是吧 我都说了你不要以拿钱去衡量别别的一切东西好不好 你有钱对你有钱我觉得你有钱对你挺厉害的因为 你一出生都是什么呢还在金钥匙里面长大的我们的话没有办法 但是大家都是为了过好生活吗是不是 你不是先放着好生活不要啊 我觉得呃正好哈我觉得子音他已经说的够清楚了我觉得你就没有再继续在这样呃在这样缠着他的必要了 而且我今天我可以这样说就是子音他是不会跟你去的 听到没有 是吧而且刚刚子音他也是从亲口从他的嘴巴你说出来的哈 哎呀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你现在当着我的面这样我也我能忍我已经很不错了是吧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第一次见面 呃给互相一点尊重 不是你不用忍啊我们这也没什么正常聊天啊是不是子音 对吧我跟你说了可能你自己都被蒙在鼓里了啊你可能就子音找过来我觉得真的不要再去说了行吗你走吧你回去吧我觉得 我要过上新的生活然后那我也希望你能怎么样你能 你你能也是能怎么样 呃不要打扰我然后呢我真的觉得他很好笑的呀对 至于我男人嘲笑了呀我说这个实话 叫你走吧行吗 不行 我知道我今天跑这么远 我刚跑这么远过来啊你只不见那么多人你们说说子音我跑这么远过来他 做也没让我做 谁也没让我喝你现在就要领我走你是不是也太不尊重我了子音我们好歹在一起那么久了是不是 你现在你反过头来你跟我说尊重你那你尊重过我吗之前我的天哪真的怎么不尊重你你走吧 哥也说他们全屏打一波走好不好然后让他看一下真的我觉得他 老是这个样子反而反反到现在 过来就是成了我的错一样他你昨天还跟我说什么你昨天还跟我说给我一次机会对是给你一次机会我进来也给你一次机会呀 来个说全屏打一波走让他走好不好哎呀你们直播间本也这么多人我看多人 有那么几百个你们也听着啊我 跑这么远过来就是给子音最后一个机会啊你们也可以听着 子音你要是这是在子民不误呢我以后就真的啊把你就放弃了以后再也不找你了 想清楚 我这样子 是子音把你放弃了不是你你把子音放弃了 是子音把我放弃了所以我给他一次机会呀 你他把你放弃了还要你给他机会 对呀你这个逻辑我真的是 子音说明他放弃错了吗我也说子音你现在 你现在不觉得什么你等个几年等个十年八年的啊你看 你到时候过的日子不好你看你就知道想起我了他绝对会比你幸福真的那不一定哦我今天我我可以 做下这个程度你可以看一下直播间有多少人跟你说走 我看看吗 走哪去吗 你们让我走走哪去要不你们发个地方我去你们那儿吗要我走 真的搞笑我走哪去吧 我就来这我跑不然跑都没过来 现在是一逮到一个人就怎么样 就去就去说别人 没有说别人我就在说他你是逮到一个人咬一个人就这样子的 不是姐你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咬这个词形容我呀 刚才说你们刚听到他的说什么他说 你们给我发个定位我去你们那里 他们让我走的呀 是吧 其实今天的话 包括子音张号还有你子音也开着直播的那么多人其实我也是 很尊重你了张号 我也很尊重你我刚刚骂你按照我以前的脾气我早都骂你了你为什么要骂他 不是 他在一直说话呀 人家说话归他说话是就说话吧你还管着别人不说话了呀我在跟你说话呀我不想跟他说话我想跟你说话呀 他在旁边他嘴我感觉我已经很有素质了真的 我也觉得我刚刚我我子音已经他亲口已经承认了哈我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然后你还在一直在这闹那不这样你再问一遍如果子音现在承认的话 马上就走扭头就走好吧 然后你不要来找我了啊可以可以来可以你问一遍然后扭头就走再不来找子音了 我就 称诚的祝福你们好吧那你再问一遍我觉得其实啊这个事情不是不是 就是你这样有要求的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你说了算 是吧 是不是我们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我们两个已经承认互相都承认了在一起了 我没听到啊 这个为什么非得让你这个不需要让你听到 你这样你这样现在 是吧不请自来然后一直在这每天再来打扰他的生活的话你这个 说难听一点你这个就是骚扰了 那骚扰够不成你少少够爱那些高帽子我怎么就少我来找我朋友就骚扰了 对吧你们一直在说你们在一起但是我不乐意让你来找我呀拿出点证据啊 证据你在别人他面前说证据是不是他们也说证据怎么了吗他们也不能说证据吗 我的天呢没事 怎样让你真的我觉得让你感到就是有点 不是我我算是真的见识到这个人了所以我觉得他完全偏激是不是 这不是偏激 我就是在讲道理跟你讲说试试对他是帽子叔叔哥也帅们是的 你们看我这个衣服有点 那个吗 不是保安 你这话说的我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了你不要去理他好吧你走吧 不是子音这样啊我真的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说你的你的神志愿不太清楚了他说 我的天啊 我最后再说你们听到他说什么 你自己考虑清楚吧 你怎么看出来谁要穿这个衣服就是保安了 我今天呢就有事我先走了然后你自己考虑清楚 最后一次机会啊子音别说我不给你机会想清楚好吧 你怎么我先走了你先走吧你先走吧 你看皮肤压制 不是我觉得对他这个人真的是不肯理你真的 呃子音你离开他真的很正确很正确你这个决定 要是你跟他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这辈子都 是吧 虽然我前前面哈我没有跟他见过面今天是第一次跟他见面 但是我真的见识到了 嗯真的见识到了 让他走他走了各位帅们对包括我们平时 办事情就是那个上班的时候都没有遇到过这么 无理取闹的人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无语 那是因为刚刚你说你的 那些衣服然后他就知道你是帽子叔叔然后他又立马就走了各位帅们 我觉得张浩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有点神志不太清楚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因为他之前他不是这个样子家一门他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不是这样子的各位帅们 他以前不不会这样子他以前不会这样子乱说话 然后现在的话呢是什么呢现在的话他是 哪句话不好听哪句话难听他又说哪句话姐家一门 对其实以前都是装的 这才是真面目感情受刺激了但是之前的话呢是我没有去刺激他哈杨土区还有吗 之前买的到了 语无伦次是不是 所以说我现在我的话就是对他的真的不是说一天两天我觉得很反感他为什么呢因为 那是因为张浩爱你呀他爱我的话还会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吗他爱我的话他有尊重过我吗他每天都会在我面前说钱 他说我没有钱他说我穷 然后他说他家里面有很多钱然后怎么怎么样 被人刺激了 对叔叔阿姨们哈今天我真的第一次跟张浩这个人哈本人见面 平时的话在你们直播间我也偶尔看到我 然后今天我觉得 他这个人真的特别特别的不踏实 我第一感官哈我觉得他特别特别不踏实所以我觉得 你离开他现在自己一个人这样我觉得 真的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要是跟他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不知道还有受多少折磨 不是我贬低他啊我是实话实说 我知道 受刺激的是子音 但是子音走出来了勇敢的面对 对所以说我现在的话呢就是不想再去说 不想再去说这些事情各位帅们 然后子音啊就是平时我看你也在 把我们这边山里面的东西拿来卖是吧 你对你今天我看很多年人 很多那个叔叔阿姨啊他一直在那里面 对我觉得对 你今天这还有没有 有的话 我我想 请大家 我第一次跟大家见个面我想 你之前也有看我直播是不是 对对我就是知道我想我也想 因为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想请大家 那个你不用我们直播间的哥也叔叔还没有不用的哈 嗯什么不用没事我也是一片新衣吗因为确实我今天来的时候 来的时候没有带什么东西 然后也就是走到仓座我就只带了一束花 不用这样子不用这样子不用这样子 小羊肚军 各位帅们羊肚军有是有然后呢 李杨说说要让让你让他去请你们去吃 请的话就不用好不好 然后我 这样子吧我 分享一点给大家吧 然后呢也不用请对不对各位帅们你们说是不是 第一次见面肯定要有一点新意啊不可能不用我觉得各位帅吗哈 这样子我去大家说的很对啊 这样 请的话我请不了大家多少我补贴一下大家吧 没事你不要说补贴 这样子我先把它拿出来吧 等一下我哈上一点祝福你们 祝福我们呀 这个话的话说会不会有点太早了呀 谢谢啊谢谢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们啊谢谢 对因为确实我今天第一次来什么